8月3日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 依法对长期从事态度分裂活动 涉嫌分裂国家罪 煽动分裂国家罪的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志渊 实施刑事居船审查 那8月4日 办案部门依法对其变更刑事强制措施 由居船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8月5日已经依法通知了他的家属 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开展侦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办案部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合法权利 国家追究台独顽固分子刑事责任 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凡是以身是法的台独顽固分子 我们将采取刑事惩处措施 依法严惩不待 依法终身追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